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患者啊 胆结石 胆囊血肉 胆囊炎 胆的问题呢 该有都有了 这个患者呢 是因为右上腹部疼痛 然后去医院做的检查 那么检查报告单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 胆囊壁厚 0.5厘米 壁毛糙 胆囊炎 有了 腔内可见多个腔回声 脚大着1.3厘米 后方生影不明显 有移动 说明这是个胆结石 1.3厘米 这么大一个胆结石 再往下看 脑内可探 石性略高回声团 大小呢 约为0.8厘米 后方呢 无生影不移动 说明这是个胆囊血肉 0.8厘米 这么大一个胆囊血肉 因为有胆结石 1.3厘米 胆囊血肉0.8厘米 同时还伴有胆囊炎症状 医生建议患者呢 手术治疗 这个患者呢 不想手术 尽管通过呢 保守治疗呢 来解除问题 那么他就自行呢 服用了两个月的 雄血腰胆酸片 之后呢 又做了一次检查 那么检查结果显示呢 没有多大变化 那么这个患者 手术的时候 有哪些症状呢 血腻呢 脏疼 胃脏 脾气急 爱生气 大便经常的不成形 舌太厚 舌边有齿痕 脉呢 是个咸化脉 那么通过这些症状 我们就不能发现 这个患者 是一个肝与脾虚症 肝气不舒 胆汁呢 排泄不畅 日久呢 就容易形成结石 气质 弹宁 血鱼 毒聚 这样呢 就容易形成呢 胆荡血肉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就应该理气化瘀 力胆去湿 那么我给患者 用的什么方式呢 我给患者用的是 逍遥伞 加上金零子伞 逍遥伞呢 主要用来治疗 干预脾虚症 那么因为患者 有疼痛的症状 这里面加入了 金零子伞呢 用来止疼 因为金零子伞呢 止疼效果非常好 因为患者呢 有右上腹部疼痛的症状 那么加入金零子伞呢 起到一个 疏干理气止痛的作用 二人的时候呢 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舌苔呢 也变薄了 这个时候 我给患者用的是个自拟房 自拟房 那么这个方子有啊 柴虎 白勺 纸鞘 金钱草 鱼金 鸡内金 赤勺 三楞 鹅猪 孤梅 艺人 姜蚕 扶灵 这个方子 只适合这个患者 大家呢 仅供参考 这个方子呢 主要是针对胆结石和病胆囊息肉的 之后复诊的时候呢 也是根据患者的整体情况呢 适当进行加减 那么两个月之后呢 患者又做了一次检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患者两个月之后又做的检查报告 我们一起看一看 胆囊 毕竟是0.3厘米 之前是0.5厘米 毕毛槽 还有胆大炎 腔内可见多个腔回生 较大了0.8 之前的多大 之前是1.3 现在是0.8 小了不到一半 再看看吸肉 之前的吸肉是0.8 现在也是0.5 小了也不到一半 小了三分之一 多一些 整体治疗效果呢 患者也非常满意 那么现在呢 再继续治疗 今天呢 通过这个病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了有胆结石 胆囊血肉 合并胆囊炎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分析 看是不是够手术指证 那么如果有手术指证的时候呢 可以建议呢 手术治疗 如果不够手术指证的时候 我们啊 可以通过中药呢 来治疗 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药治疗之后呢 往往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也有关于类似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症状发给我 我给大家呢 编证分析